我平时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 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 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 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变成慢餐店 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 不知道为啥 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 轮到他点餐的时候 就跟个傻子一样 就往那一站 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 服务员说 我们这个都是面 菜单在上面您看一下 那个酸辣笋姜面 来一份酸辣笋姜面是吗 不是 那里面都有啥呀 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姜 还有面 笋姜那就算了吧 那你 我看一下 那你给我来一个 你给我来一个 那个什么吧 给我来一个那个 下面也有啊 都一样的 是吗 牛肉面 牛肉面 酸辣笋姜面 酸辣笋姜 行吧 那要么 那要么你就给我来这个酸辣笋姜面吧 然后不要辣 服务员说 先生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 做不了不辣的 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 别的都可以做不辣 行吧 然后他就走了 我在他后面想 你是个大熊猫吗 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 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都能吃酸辣笋姜了 我排在他后面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气到什么程度 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 我特别想把刚才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 轮到我的时候就是 酸辣笋姜面 在这吃 微信 那个感觉就是 哥们懂行 是不是 哥们跟那傻子不一样啊